勇士从领先9分到17分大胜,大家都忽略了一点,一人被按在板凳勇士又赢了,他们赢球的方式可谓是五花八门,他们可以是一路领先,最后轻松拿下比赛,也可以是领先然后放松落后又领先到最后赢下比赛。 而今天他们似乎就是第二种防守赢球的,面对森林郎在第四节落后4分情况下单节33,比12最后赢17分,四大天王的表现依旧常规操作,杜曼特33分库利28分汤普森22分,而格林的数据依旧很格林9分911助攻三盖茂,在关键第四节,他们用个人出色的单防能力击溃了森林郎, 今天比勇士赢球还让他们开心的是,他们的五小阵容又一次得到八爵,在伊格达拉第四节两罚铺中以及森林郎对他故意放得越来越远,施科尔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,拿下伊格达拉上麦吉尼同时配上四巨头,而麦吉尼果然不负众望,防守端给森林郎造成压迫进攻端还有三分,就像央视姐说于贾和杨毅老师说的那样, 伊格达拉随着年龄增长进攻欲望和状态越来越低,或许季后赛才能激起他的欲望,而麦吉尼可以很好的在常规赛,发挥五小顶替伊格达拉的作用。